最近多了客人問我 究竟荷爾蒙霜真的很難搞 有什麼可以塗好一點 還有究竟暗瘡肌 可不可以用油的塗 或者不要塗臉霜 首先去理解 你塗的油分子小不小 會不會很爽很容易吸收 和沒有消染殺菌的功效 而臉霜我就覺得麻麻 因為臉霜真的會阻止毛孔 所以如果生暗瘡的位置 或者在發瘋爾蒙霜的位置 就不要塗臉霜 不要逼著它 一逼著它就會吐得很厲害 或者會發炎得很厲害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這兩種油 就可以以油制暗瘡 就是因為用水油分子 可以滲入皮膚底層 會給你塗暗瘡啫喱 甚至塗暗瘡膏的效果 會高很多 以及更快很多 首先介紹這個 就是HINUNIA的CALMING PHASE OIL 聽到它的名字 不要亂以為它是用來做震靜 或者是降敏感 其實它是用來做暗瘡肌膚使用的 用來做一個OIL CONTROL 控油或者令到你沒有發炎的情況 它就用了這個 含銀油和檀香 第二種是哪一種呢 就是奧迪City新產品 是來自美國加州油肌認證的 每一瓶都是用人手製作的 非常珍貴 但是它用人手製作得來 非常高質素的 這個奧迪City用了油肌的黑種草子油 我塗完這個之後 早兩天我給了一粒小瘡子 可能天氣太濕 焗下雨 偶天是打風的時候 都吐了一粒小瘡子 那我就用了奧迪City這粒 塗完兩天之後 它就直接平了 即停不再拱起 它是消炎做殺菌 尤其是荷爾蒙瘡很好 它們一點都不油膩 反而它的滲透力水油很厲害 就是可以落到皮膚的底層 以及做消炎和殺菌的 所以非常之推介這兩粒油 那怎樣用呢 這一粒暗瘡油或者是水油呢 就是不是塗面霜 也不是塗補水精華 就是立即洗完臉 上完這個Toner之後 就要塗這個消炎殺菌的暗瘡油 因為有傷口或者發炎 我們要先處理 然後再做補水的動作 不是的話 如果隔了一個圖孔的話 你塗什麼都不滲透 或者做不到殺菌消炎的動作 好了 剛才介紹了Odysity 其實我們還有兩隻它的王牌有的 就是一個補水和一個眼霜的 這個補水叫Hydration Hydration 它裏面就用一個有機的大馬士甲的玫瑰油 巴西玫瑰油 你聽到巴西玫瑰一定非常之高抗氧化能力 全臉連眼部都可以用到的 可以做提亮、緊緻、抗氧化 還有它連敏感肌膚、濕層肌膚 這個都可以用到的 這個是它一個非常保濕的產品 首先就塗了暗瘡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塗補水的地方 這個其實連眼都可以塗的 然後就可以塗了這個Eye Serum 這個Eye Serum用了玫瑰草、橙花、薰衣草油 例如改善黑眼圈、紋、緊緻 亦都可以用來做按摩非常之好 放心這幾隻油一點都不黏 是非常之爽身 很快就吸光 還有有需要可能要加一層Cream 面霜上去 連這些Ode City的產品 亦都可以加入你的面霜 一起使用都可以的 今次這個以油濕油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